财女含血含泪朗读杨开会情书,听者山然泪下,点击,可以关注。 哦,1916年,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二年级学生毛泽东, 去长沙县板苍香拜见老师杨昌吉在他家学冠中心, 倡导新文化运动的杨老师,与毛泽东大谈即是就国道理, 并23岁的毛泽东热血沸腾15岁的杨开会, 看到父亲与这个学生高谈阔论,听得懵懵懂懂, 毛泽东走后杨昌吉对女儿杨开会说, 毛泽东资质俊秀时乃,海内人才前程远大, 之后毛泽东成了杨家的乘客,杨开会对青年新生敬佩和好感, 两年后杨昌吉应邀成为北大教授迁居北京时, 他把毛泽东也介绍,到了北大图书馆工作, 同年冬天杨开会与心仪已久的毛泽东成婚, 又两年,杨教授因病逝世葬长沙, 老家毛泽东为其首校之后, 毛泽东开始了他的革命实践, 1927年8月毛泽东前往江西参加秋收起义, 临别他把三个孩子和妻子杨开会, 送回妻子的老家版苍乡谁料想, 正是结婚七年来俩人,最后的诀别1930年11月29岁的杨开会英勇就义, 1990年载,杨开会被捕就义60年后人们在修缮其故居, 实在其卧室里强距的两米处的墙缝里, 发现为一些手稿手稿八篇写于就义前十个月, 用蜡纸细心地包着不仅包着毛泽东革命事业的, 秘密还包着对丈夫真挚的爱情和刻骨铭心的思念独来令人泪奔。